当地时间2月4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会众议院发表了就职以来第三次国情咨文 经济增长成为演讲中最高频词汇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对峙则成为当晚的焦点 当晚坐在特朗普身后的除了副总统彭斯外 还有众议院议长开启针对特朗普弹劾谈查的民主党人佩洛西 在演讲开始前 特朗普走上众议院讲坛 没有与已经伸出手的佩洛西握手 在特朗普约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中 盘点良好的经济形势成为国情咨文的重点 外交方面 特朗普强调了在反恐战争方面取得的胜利 其表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已被百分百消灭 该组织头目巴格达迪也已被击毙 特朗普还在演讲中表达了对多个重要议题的态度 如果继续担任美国总统 将保护美国民众持有枪制的权利 以及呼吁国会两院立法禁止晚期堕胎等 值得一提的是 相较于特朗普此前两次国情咨文 均把两党合作解决问题作为重要议题 在此次国情咨文中 特朗普并未提起相关内容 在他的演讲期间 共和党人多次起立鼓掌 民主党人则大多时候保持沉默或发出嘘声 在特朗普演讲即将结束时 佩洛西在全场注目下将特朗普的演讲稿副本撕掉 对于特朗普的国情咨文演讲 多位民主党人同样予以抨击 共和党人则表示赞赏 在此次国情咨文演讲中 特朗普并未提起弹劾一词 实际上 国会参议院将于次日 就特朗普是否有罪进行最终投票 多方认为 作为史上首个带着弹劾污点的总统竞选人 特朗普的连任之路注定不会平坦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